好女性朋友好真的小心有了追气头条 但迎来关心在高雄竟然出现了机车偷拍之狼 当时有一名年轻女子她穿着低腰裤坐在男友的机车后座 她的背后就露出内裤裤头还有骨沟 结果就引来了一名苏系男子一路来跟拍 来这这个红灯的时候呢 这个色狼还更大了停在女子的机车后方来特写狂拍 好的整个详细的状况现在目前究竟如何 我们请记者邵紫阳告诉大家 社主播提醒女性朋友们出外穿着 如果比较清凉呢要特别小心了 至于附近呢有没有人在偷拍 因为高雄出现了偷拍之狼 礼拜三下午一点多左右呢 在高雄的凤山区有一名流星女子呢 坐着男朋友的机车 当天的女子穿着是比较低腰的牛仔裤 但是没有想到被46岁的苏系男子看到了 骑鸡机车尾随在后面还边骑车边拿着相机 大拍女子的骨沟还有内裤的裤头 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呢 男子更是大喇喇的拿着相机 瞄准对焦大拍特拍 不管是全景还是局部特写 行径可以说是相当的恶劣 而跟拍的过程呢 被路过的小货车司机呢 是当场撞见了 正义有为下车就是一把抓住男子 拿相机的手 还大喊告诉流星女子说 你被偷拍了 而女子和男朋友呢 才准备把机车要停好呢 要上前理论 但是没有想到呢 嫌犯心意慌呢 赶紧是催油门 要原本呢是要来逃逸 还不慎的撞伤女子的右小腿 而警方呢是 后来呢是抓到这名的跟拍色狼 并从相机的记忆卡当中呢 是查到了跟拍的证据 而男子公称呢是纯粹好奇 而且拍下的照片呢 是自己欣赏用 不过呢行为已经违法 被全案呢 被依妨碍秘密 还有伤害罪嫌呢 移送法败 让我们在高雄找尊重啊 先进头交换捧呢